国际版抖音TikTok近日在全球市场受到多重打击 先是印度宣布将TikTok列入禁止使用的中国城市名单 接着表示到要退出香港市场 而许多国家也开始讨论TikTok潜藏的国安风险 除了美国一再的质疑TikTok的安全性之外 澳洲近日也加入了战局 外国媒体报导指出 澳洲总理莫里森正在审查TikTok 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 将会对这个平台采取行动 澳洲相关人士表示到 澳洲政府对于该软体以及微博、微信等等 主要被华人所使用的社群媒体 进行了所谓的安全威胁审查 而相关的审查是取得了该国安全机构的建议 而现在为了要撇除中国背景所带来的影响 TikTok正在试图与中国划清界限 中央社报导指出 收支内勤的消息来源表示到 作为与中国母公司划清界限的策略之一 TikTok过去几个月一直与英国政府交涉 将公司总部设在伦敦 路透社报导 消息来源表示 伦敦是TikTok考虑设立总部的众多地点之一 但目前公司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目前还并不清楚TikTok还考虑了哪些地点 但是该公司今年在美国加州积极的招募人才 包括挖角了迪士尼前高层主管梅尔出任TikTok执行长 TikTok最近被华盛顿当局盯上 主要是因为企母公司为北京的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方面担心 中国政府可以迫使TikTok交出用户资料 消息来源表示 TikTok过去几周大多都聚焦在于 他们在美国所面临到的各项议题 但是也不排除将伦敦设为可能的总部薪指 消息来源表示 TikTok未来几年预料将会增加伦敦 以及其他中国之外关键地点的员工数量 中国南方强降雨持续 而当地严重的洪灾也一再地引起舆论质疑 三峡大坝的蓄洪能力 中央社报道 中国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 陈桂亚说明道 今年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 而且长江流域七下八上的汛期将至 三峡大坝需要为此预留空间 他指出 三峡工程是长江防汛体系的重要工程 但是没有办法包打天下 陈桂亚表示 今年以来长江流域平均降水量为750毫米 比过去偏多了将近两成之多 而在进入了七八月份的主训期之后 长江流域一共发生九次的明显降雨 而且几乎没有间接期 倒震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雨量 比往年偏多四成 长江中下游更是较长年偏多了六成 排名1961年以来首位 面对外界对于三峡大坝功能的质疑 陈桂亚提到 三峡工程主要的防洪任务 是提高陈林基附近地区的防洪能力 减少分序洪量 此外 多年来 迅其长江上游水量平均有3000亿立方公尺 而三峡工程只能够容纳221.5亿立方公尺的洪水 陈桂亚也指出 由于长江流域将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洪关键期 预计此波洪水退去之后 三峡水库将会承受到另一波来水 因此蓝续洪水的同时 需要是时机泄洪 以便于应付来自于长江上游的 另外一波更大洪水 而在今年 长江南京站出现了史上最高水位 安徽凌晨则是炸破了徐河大堤疏洪 根据新华社报道 19号凌晨三点多 接连两次震耳的爆破声之后 安徽徐河大堤破开了两处缺口 河水涌入堤内的荒草二淤 以及荒草三淤续致洪区 绿叶一时之间成为了汪洋 这也是继18号启用东大堤续洪区之后 安徽又启用了两处续洪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澳洲近日的疫情呈现升温趋势 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 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因此州长安德鲁斯宣布要实施口罩令 强制要求墨尔本以及米切尔郡的居民 在外出时必须要佩戴口罩 香港经济日报综合中央社报道指出 澳洲当局今天宣布 为了要控制疫情 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将强制要求 出入公共场所需要戴口罩或者遮住口鼻 而这也是澳洲境内首度实施这类型的措施 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道 违反新规定者会面临到200欧元的罚款 但是在从事慢跑或者到银行办事等活动时 可以依照常识自行的斟酌是否佩戴口罩 不过在澳洲戴口罩并不是常见的事情 口罩也并非家家户户的必备用品 所以此项命令一出 马上就掀起了当地民众的抢购潮 当地民众到商店抢购口罩 就连手工义用品店都挤满了人笼 以购买口罩的材料自行缝制 澳洲太阳先驱报更报道指出 墨尔本的斯普林威尔地区的商店也有大量民众 甚至要排队半个小时才可以进入店铺 而店内的裁缝机也几乎遭到抢购一空 欧盟领袖17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举行了新冠肺炎疫情3月爆发以来 首次的面对面峰会 讨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提出的 7500亿欧元振兴经济方案 其中包括了5000亿欧元不必偿还的纾困金 以及2500亿欧元的贷款 该方案获得了德国以及法国的支持 南欧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都希望欧盟 能够无条件的发放纾困金 不要采取贷款形式 但是荷兰方面否决了该方案 荷兰方面坚持 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有权利 否决欧盟对于成员国的贷款 而且荷兰希望欧盟对成员国贷款 以及发放纾困金都要附带条件 以确保负债累累的西班牙 意大利等国 在欧盟执委会监督之下改革 而荷兰的立场也获得了瑞典 丹麦以及奥地利的支持 这些国家合称为节俭四国 而在欧盟国家难以取得共事的情况之下 协商因此陷入僵局 峰会将要延长到第三天的时间 据传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可能会提出妥协方案 降低补助款提高有借有还的贷款比例 欧洲现在正处于重大的经济衰退震荡之中 各国领袖设法通过一套方案 让那些受到疫情重创 而且无力重振经济的国家 能够很快地拿到欧盟所给予的纾困款项 不过荷兰总理李特坚持 成员国应该要对纾困对象的任何资金保留批准权 等于是要求握有否决权 而欧盟有必要监督例如西班牙意大利 等等债务国家的经济改革 以确保债务国能够改善未来因应危机的能力 所以在荷兰的坚持之下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做出妥协方案 纳入了紧急暂停机制 让每一个成员国都有三天的时间 来与全体会员一同地检视另外一国的支出计划 根据法新社所见到的文件 米歇尔最新版本提案 其中振兴方案总额为7500亿欧元维持不变 但是补助款将会有5000亿降到4500亿欧元 而贷款则有2500亿增加到3000亿欧元 然而现在还有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一位欧洲外交官告诉法新社 捷检国们对于补助款金额降到4500亿欧元 仍然不满意 他们有意将有借有花的贷款比例堆高 打算把补助款的部分降到零 虽然欧洲多国急需欧盟振兴案的补助 但是现在看来各国意见分歧 恐怕很难迅速定案 中央社综合日本当地媒体报导 日本政府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半导体业 发掘了日本业者在国际中处于劣势 因此决定一改过去坚持纯国产半导体发展策略 决定转向新手他国企业合作生产 而目前传出就有意要找上台积电进行合作 日本独卖新闻报导 昨天得知了日本政府有意招揽 有制造尖端半导体成品能力的海外业者到日本 目前已知以世界级大厂 或有最尖端技术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为主 正在协调给予到日本设厂的资金协助 日本政府希望透过联手台积电等等海外业者 跟强项在制造设备与材料的日本企业合作 重建在国际上已经落后的日本半导体产业 根据目前设想 日本政府希望以跟东京电子等等日本大厂 以及研究机构等等共同研发为前提 对于招揽而来的海外企业 提供不止一年 总额大约数千亿日元的资金协助 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正在招揽 被视为半导体三大业者之一的台积电 希望能够在日本境内设厂 让日本能够源源不绝地获得半导体的供给 台积电2019年11月 跟东京大学在半导体研发方面合作 设置共同研究所等等 持续地深化与日本关系 除了台积电 日本经济产业省也考量跟韩国三星电子 或者欧美企业合作 日本虽然有很多专进半导体制造设备 或者材料且极具竞争力的业者 但是在成品方面 还是跟不上国外业者的脚步 因此希望透过招揽国外有能力的业者 与日本企业共组联盟 以在日本国内确保间断半导体的制作技术作为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